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进行完第三次反围剿 战斗 部队着装很不整齐 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刘伯成同志 看到学员们着装打乱 认为这样下去会影响部队的整体形象 也不利于学校的正规化建设 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准权 后勤保障也已出具规模 红军学校的学生们代表红军形象 服装应该统一 他把设计红军军服的任务 交给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同志 赵品三接到这个任务后 认真研究 精心设计 最终拿出一套军服方案 根据这套方案 红军的军装 帽子和王腿都选用挥布制作 上衣位中山装 下一位西装裤 军衣领上奉两块红布领章 象征红旗普照全脱 军帽用小八角试列宁帽 帽中央奉上一颗红布五角形 象征工农兵雪 商团结一心像革命 这样的红帽灰 红领章 很是庄严 威风 赵品三精心设计 和军服经过试穿后 刘博成校长看了表示满意 他认为这套服装美观 大方 实用 就只是红军学校总务科科长 梁志成 给学员美人做一套 当红军学校学员们 穿着新军装 精神斗搜的行进在古老的瑞金城时 不仅引来人民群众一片赞许的目光 也在各部队引起不小轰动 不久 中央苏区各部队都纷纷效仿 红军学校 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 从此 红军有了自己统一的服装 以后 各根距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 赵品三设计的这套红军军服 成为典型的红军军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